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製造的機會給到盧冠良這個射手 那第一球投進以後也化解了他最近一個比較低迷的表現 這邊馬上球已經在林舒浩的手上 來看一下跟克拉索夫做過 是林舒浩三發被生涯的第一個助攻 由克拉索夫冠進兩分 是林舒浩的身材條件 然後加上外線的投射能力 跟中距離的跳投是比右 掩護出來 林舒浩在外圍失球 現在中度在分球 王綠翔左邊 往右邊 來個天線的三分球 打動 出來空檔 右邊四足腳林舒浩的三分出手 從一開始 林舒浩在PLUS3生涯的首顆進球 首度得分 空剛剛第一拍的鞋防 縮得太多了 所以造成後面通常加著球流動了以後 有一個輕鬆切入的機會 哇 這邊 在場上確實創造了蠻多機會給隊友 這個林治維的走位也是相當的急手 也吃下去了 哇 這邊是 余美的對決之後目光 這邊裁判要給go tending 這種球員你在切到中路的位置的時候 都會習慣可能弱側邊有一個射手埋伏 通常在45度或底角 可是剛剛因為站的好像是周伯承吧 所以他是roll in到了籃下 林舒浩對抗的出手被擋了下來 蛇拳還在他的手上 最後帶來頭的中距離 這是一個 進入到夢想家以後 就像前面提的 不希望球員有太多的膽打 包含進攻快攻的路線都有做調整 趙虎這一個long tour 把這兩分給把握住 這可能是跟過去他們 反正拳比較 進攻比較低迷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這邊有速度上面的優勢 三分線外面大步的出手 這是豪神降臨到鳳山體育館 來祭遙遠的祝福 我們給阿良 跟林舒浩的對位 直到籃底下 撐到最後的出手 然後卻彈光而出手 往前面推快空 王綠翔要挑戰藍光 用脫手吃掉了 目前聯盟的鼓勾往pointer 直接傳到了第一排的觀眾席 哇 綠翔這球其實難度很高啊 沒錯 因為他原本就是左撇子 然後有先用身體去靠住pointer 然後真的就差一點點就被蓋到 那最後還是很低迷喔 所以可能要想辦法去 去利用擋拆的進攻啊 夢想家這邊也派上了防守專家楊盛彥 擋拆也是緊緊貼著林舒浩 現在換成陳振傑到籃底下 打了夢想攻擊 一個N1 這幾call的戰術啊 他就是戰術啊 我本身就是戰術 對 他本身就是戰術 那他打進了其實應該也沒有人會說什麼 但看這一個球 其實陳振傑有15次助攻喔 好 半場已經快要double double喔 對 10分7助攻 余淑豪壓到禁區 回頭找克拉索夫 再來發出先左右的掉頭 鋼鐵這邊 往裡面給余淑豪對抗之後拉桿 哇 這個難度很高 這時候轉換為盯人喔 現在叫林舒浩背後運球 這邊小打大 直接切到禁區 翻身 最高難度的兩頭球 林舒浩把速度帶起來 對抗之後找隊友余淑豪 左邊頂角的出手 結果他被彈到偏了 拉下籃板是少虎 再給到林舒浩 來個終點 給到克拉索夫包夾過來 馬上球輪轉 找到另外一邊的王綠翔 第一時間沒有出手 再分 右尾給到林舒浩 左邊這是一個空檔機會 三分球來了 林舒浩的得分 正式來到二十大關 舒浩過底線 分球王綠翔拿到球 直接出手 這是一個三分球 紅球王綠翔